我每一年都来看神韵 好 一年比一年感受到无比的一个震撼 连年观神韵 高雄市议员刘德林已经是神韵粉丝 感觉到在他们的每一项的小舞台的 一个故事的串联 能够震撼人心 教化 尤其把正能量跟他想在 透过他的舞蹈的一个传达 让我们都能够体会出来 包含我们刚才讲散报 西游记 还有我们刚才技工所展现出来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让我震撼 非常非常地让我感受的深刻 第一次观赏神韵 迄今医院前副院长朱家皇也深受感动 非常感动 他不用出声音 不用讲话 但是观众其实看那些演员的动作 可以知道他们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意思出来 把那个敦煌壁画里面那些飞天仙女 就是唐草的那个盛世的他那一种 氛围把它表现出来 原山饭店董事长林玉生 特别邀请饭店多位主管 一起感受神韵的美好 它在背后代表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一个力量呈现的演出 当然我们都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来观看 那我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 我也让我们的同事经常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演出 我想这个是一个 我们把一个好的这样美好的事物 把它化成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的一种力量 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 林玉生感佩 神韵艺术家秉持高境界的修炼要求 将美善带给观众 而能够推广演出 他倍感荣幸 因为对真善人这样的一个信仰跟理解 所以他们每天可以非常坚定的 来做这样的一种很艰苦的训练 把最美好的一面来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因为我们一起来把这种美好的力量 大家一起来把它呈现出来 新台人亚台电视 林氏维叶喜红 方雅贤林秋霞 台湾高雄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